以为心之蕾是个人间富贵花 结果却是个干饭专家 在繁华的首映晚宴上 其他主创都在喝酒聊天看表演 而我们的蕾子姐疯狂炫饭 心之蕾解饿了谁能管我 可不是吗 她在拍繁华的一场戏吃火锅时 眼睛里一直盯着锅里的两片肉 看都肉熟了 迫不及待放下杯子的时候 足以见得她有多急了 就像我第一场戏 导演让我去吃火锅的时候 我一上来我就和饿了三天一样 吃劲吃 导演当时就喊停说 李李不是这样吃东西的 你想一下 李李今天来是为了什么 她为了是促成这段生意 她会眼睛只盯着那几片肉吗 之前接受采访 问她吃火锅必点的三样菜 但这些那真是够时尚的 三样的儿够 一口气说了五六种 猪打的就是不能饿着一点 吃火锅必点的三样菜是 虫蒿 鲍片 萝卜 牛肉 豪肚 鸭肠 感觉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解在乎的人了 当秦海路在Q流程的时候 李旁的秦兰吃得很斯文 而镜头 一上到我们奶子鞋 吃饭吃出了六千不认的架势 仿佛饿了有八百年 心之类好闲 差点饿死 当大家都在认真看综艺时 我们心之类就一直在盯着那一桌子吃的 经过了一番心理挣扎 还是端起碗开始线 八百个心眼儿都用在吃上了把鞋 心之类说自己不吃奶酱胆吃打肠 仔细一盘问吧 好家伙 没有一个不吃的 雷姊 你这真的不是挑食吗 羊肝 吃了呀 你也是内脏 草肝不吃 抱肚吃吗 抱肚吃 腰子你吃不吃 腰子要吃 内脏里边就一样不吃 就是心脏 心脏吃了 好激情 我最爱吃 心之类说吃饱了 但还是馋的不行 又不好意思说 众人都在选他再吃一个 最后人就打着不浪费食物的名号 继续他的干分之旅 那别浪费了是不是 吃吧 吃吧 不用说了 别浪费了 浪费食物是不好的 你帮帮忙 咱俩有一半吧 前一秒 他以为是运筹帷幄的大厨 单手插都做饭 气质拿你的丝子的 做饭咱都单手做呀 其实我都会炒 结果下一秒 手忙脚乱 哭嘶哭嘶 一都乱肠 好嘛 这才是我们熟悉的雷剑 滅活了 滅活了 哎呀 看过花哨之后 终于知道新之类的狂野法 是哪来的了 原来这都是遗传他妈妈的 他们这一家子 可真是窝隆碰触啊 我妈那个脾气暴躁的 妈有一次 我妈特别跟我妈吵架 她一剪子飞过来 就插我腿上了 然后回头我就跟我老说了 我老拿着擀面杖 追着我妈满院跑 我就知道了 遗传 带着这股狂野剑 在反华剧组里 还被汪家伟导演吐槽说 没有女人味 于是这几句 连夜学习各种舞蹈 导演经常吐槽我 说你走路的时候 你能不能有一点女人味啊 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风情 我是一个 平时生活中 占没占相 做没做样 能躺着 就不会坐着 就很懒的一个人 导演说 这样是不行的 他说 这个不是我 我想象征的 被导演骂得惨了 就去网上看各种 之前被汪家伟 麻酷的演员 还有 这一部写 他光是杀青 就杀了四字 到最后 都不敢相信 自己杀青了 但好在 这种独立 并没有白费 在繁华中 琳琳那可是一个 风情万种的美人啊 美人都在散发坛的 无处安放的美丽 就算是路过的蚂蚁 也得败倒在 咱们琳琳的群下 当些人也好 让别人相信自己也好 都是忽悉气的事情 我喜欢大面 已经过两期的时候 这边 琳琳在剧中 大杀四方 那边心之类 却在音乐软件中 偷偷上传单曲 大半夜的 还有两千多人在听 这岁岁念 简直让人笑韵了 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外号 叫胡歌 在这里啊 指的是胡卵唱歌的意思 之后 琳之类在手印上 还回应了这一乌龙 但我不得不说 姐 你真的在定义 一种恨人心的说唱 已经进入了热搜榜 我也很意外 啥歌呀 这首歌叫 《熬游》 哦 这么一小 你回去听听就知道了 不好解释 好 好的 说唱的一种 但是 这节耿直不是一天两天了 回顾他之前的采访 那真的是有啥说啥 自己也是不要一点面子的 吃内鱼打活人 我怎么现在才发现啊 认识什么态度 希望他过得幸福 最近一次说谎是什么时候 刚刚 是我人生中 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南道 当时电影拍摄 有很多大爷们光着榜 还有一个大爷的围巾 还掉下去了 不陪我进去唱不清 白花花的一片 也不知道是谁 而且这节的精神状态 领先我十年 拜读一下 解十年前发的微博 什么话都要往外说啊 好美的精神状态 我学 高级厌世脸 你知道什么叫厌世脸吗 就是 要死不活的脸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香菜哪儿都好 就咬不断了 咬不断了 咬不断了吧 就进长连眼里了 它还是没吃得断 妈呀 你把它扯掉吧 你把它扯掉吧 你往里扯掉 这多年培养 那英国的气质 一句不回头了呀 优优独播剧场——D